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條賽馬深水片 這段影片我想說第三場賽事跑三班千八 連同昨天第四場和第十場的深水 這次總共推介三場賽事 這段影片我想說第三場千八 有兩匹馬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兩匹馬的投注方式有點不同 一匹我會買它的獨贏位置 另一匹我會買它的位置 因為第二匹馬的分頭是很好 很冷的一匹馬來的 可以試試看它的位置已經足夠了 我會逐一天去點評一下這場賽事 好 記得幫我按讚好這段影片 幫我按讚爆它 明天不會有Live 因為我會去入場看國際賽的明天 所以我明天不會開Live 明天在明天的賽馬結果 再跟大家回味這個國際賽事 不過我想賺一堆馬會 就是因為我最近在刨國際賽 我發現馬會今年做了很多變動 資訊性非常透明和發達 包括今次我最滿意多了 很多列馬斯龍騎士的訪問 這件事是幫助我更多 去量度清楚那場賽事 以及去了解外隊馬的實力 以及備戰狀況 以及他們的特性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馬會 真的做得相當相當好的 在資訊方面 好 那就講一講這場 第三場賽事跑三班的千百米 這一場我自己就看到 我特別喜歡那一隻三的 發益線 這一匹馬我相信它是會 有機會贏的 座位網贏的 現在有十倍我都比較喜歡這一匹馬 又有一些分頭不會太容易 事實上這隻馬其實很坦白說 它是跑千百米的頭馬 這一個路程它是跑到熟了 還有這一匹馬 它是喜歡在外面蓋人多過入面 被馬運著來跑的 今場的五檔應該是挺好發揮的 這隻的快逆線 今場的五檔應該是挺好發揮 還有如果你有看到這一匹馬 其實它在這次賽前的備戰 上一次我也覺得這一匹馬的火氣是回來的 上一次賽前的狀態 已經慢慢開始漸入街景 結果這馬當然是落到三班才去再搏 今場減分減到三班跑 賽前再試了火殺 我覺得論操練程序 最後再落草地拍著一隻幸福笑容跳 整個的操練程序是相當積極的 還有這一匹馬上次賽前 我都看到它很明顯火氣是回來的 神操的活躍感是強了 變相這隻的快逆線 今場賽事跑回落一班跑 這個野馬路程 有權複製上季 這隻馬是跑過一場的 國際賽日的三班千八 有權複製上季 因為這匹馬 你見到很明顯它跑得好的時候 是什麼騎士跑呢 巴道 布宜鶴 還有彭國年 賀明年 是一些歐洲的騎士跑才跑得好 甚至在香港比賽明紹跑得好 都是說一些疆成鬆鬆的騎士才跑得好 所以你說這隻快逆線 其實是很配合一些外國的騎士 歐洲一些疆成鬆鬆的騎士 會更加發揮到這一匹馬 所以金鋪為什麼? 沈澤成都特意找莫亞跑就是這個意思 情況和上季找布宜鶴跑一樣道理 既然這麼早預訂莫亞跑 我覺得這隻馬絕對有權有機會跑得好 再加上分也不錯 已經來到一個有利的水平 賽前試襲也走得不錯 金鋪火氣很明顯這隻馬 所以有10倍去搏的話 這隻馬我會買他的獨贏位置 今場賽事排了五檔 其實內側有幾多跟他類似跑法的馬 譬如說安仲 還有這隻三檔那隻也是 龍船狀元也是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這些馬一定不能夠走內欄 因為A欄的內欄跑道 那個形勢是真的不好 追真的要推出去追 這個五檔我相信可以走到 一個二疊有遮擋的位置 入到直路三位推出去追就對了 很適合這一場賽事發揮 所以你說這隻的快翼線 我自己覺得這場賽事是要先秤的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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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想看的話 剛才說過我會選擇多一匹就是 PACE 有些分頭的馬 在這場賽事裡 我選擇這匹的10號 王者驕傲 買PACE這匹馬 只有位置 讀贏是零的機會 但位置是有權上名 因為我覺得這匹馬 藍色圈著的那隻就是王者驕傲 他的火器 而且不是火器 即是他的狀態 神操的模式 深潤了很多 而且身體是更漂亮的 我覺得這匹馬 這匹馬很明顯 你看到一個狀態已經來了 上次跑泥地1-650 我覺得那場是混吉的 根本不是泥地馬 外地都是贏草地 跑了一場泥地使得洗腦 那場已經凹了眼罩 然後再衝衝再出跑這場草地賽 曾經跑1,800 但我覺得1,800這隻馬是到的 今章將這隻1,800沒有問題 而且這匹馬 你看到他在香港跑 是帶一些軍速 不是說一隻爆發力很驚人的馬 你看到他會抱著抱著 我想他要長小的衝程會比較好些 長小的衝程會比較好些 而事實上 你看到這隻馬 他很明顯 就是一匹走3位的馬會好些 我看到他在前一場 跑11月21日的那一場 霍雲星的馬這麼中間 其實是逼逼勁 蝶劫也沒有太多看空 走上去的走勢就不算太強勁 也是帶一些均速的 所以這次登城跑1800 應該會很適合這隻蝶劫的性能 長一點點的沖程 排了9檔 這些蝶劫要去今場賽事走3蝶 我覺得這些蝶劫可能走3蝶也OK 因為A難我覺得外蝶沒什麼所謂 而且蝶劫也是壓著人家來跑 好過被人壓著來跑 走外面會好一點 那這次掉下眼罩再去跑 我自己覺得這隻蝶劫有權可以跑得好 始終光家拍的蝶劫好像聰明導彈也是 季初一輪先減了分 壓低了分 同時靠跑去累積經驗 減一下分 然後塞機無神突然 有一隻蝶劫突然 跑上來跑的位置 我覺得這些蝶劫有少少這樣的感覺 變相 這場賽事我自己是會拖回去做位置 或者買些位置會拖回去做配腳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絕對不是贏的對象 因為這場賽事其實對手也不算少 也偏多的 我覺得位置可以要 但是獨贏我自己會要1的化益線 OK 那你說其他買這一場賽事再選 例如喜連心身也好 或是龍船狀元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在千百日這個路程 不算太多根據 例如喜連心身這些均速馬 2000應該比千百 千百會速一點 那你再數下去 比如說那隻龍船狀元 我自己會相信它是一匹 蠻有潛力的馬 但是現在有時候它還是 會惡做頭跑 我覺得它的走規也不算特別好 所以你說配了蘇敏林 然後四十多元 這個鬥志應該會不錯 但是如果太熱的話 我自己就會反而搏一下其他馬 始終都是第一局 跑千百 那你說再數下去 其他馬方面 標之功能跑千百應該是合適的 即是論場力是對的 但是現在的僵口還未能做得到 這些馬都是有點鬥口的關係 變相它跑千百 我自己就會看淡一點 看這一場 我想它是要等僵口再收斂一點 所以跑回中場圖 這些馬應該是有得贏的 這三班 另外再數下去 比如說安仲 反而那飛是令我很擔心的 那飛是令我很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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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糟糕的 那些馬有排到那四檔 正正老老的馬來的 但是竟然是這樣的飛數 我自己會有點擔心 還有可能都是因為 上一局都跑得適合的 這場排的四檔如果真的 迫它走內疊的話 這些馬未必太好 因為A難也是內疊 那場地 跑中場圖 我自己會看淡一點 那再數下去 西利哥我怕它 那一場賽事 優柔王奪完馬之後 撞一撞它 它有一點點陰影 我始終都是怕這些馬 曾經歸內有一點點問題 我自己會看淡一點 在蕩馬以外那一場 它是受害者 所以這隻西利哥我自己會看淡一點 那這一場看看可不可以全民階之 放在前面 拉快一點點的步速 可以幫到快益線 這隻馬贏得到 至於王者嬌奧 看看樓後衝一段 這場賽事會不會跑得好 這隻馬我覺得 這個模式是深淡了 大家可以留意的 所以這場賽事 我自己就要1 快益線 另外就是王者嬌奧 最後我想說一下 金槍六十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很想他塞車 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在說他會塞 我真的問心說一句 大家經常怕何摘耀 走外面 那為什麼你對這隻金槍六十的時候 你會怕何摘耀會走外面 他會跑了 跑了十幾鋪 正所謂合上眼都會跑 這場是慢步速 那預算慢步速 慢步速不是問題 最重要就是不要慢步速 跟著第三段開始有馬加速 他就會比較難跑 其實慢步速的賽事不是最惡追 而是前慢後快的賽事最難追 這件事是最麻煩 這場賽事金槍六十 要怕不是怕塞車 要怕不是怕任何其他對手 他們的能力 而是怕形勢上 他究竟會不會受制於這個步速 而是他會做前慢後快 如果頭一段是很慢 然後第三段前面的馬開始加快 金槍六十就很難追 這是他一直以來面對的問題 而我是不怕何摘耀這隻馬會失車 會跑的 相信他 平常喜歡跑大彎 金槍六十跑法 這隻怎麼會不會跑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而配腳方面這場賽事 勁駁 他絕對有一級賽二級數 我對他是很有信心 如果你要跑回位置 勁駁 勁駁 火器這次比上次好很多 給洛欣跑 有些賠率 二重坐一腳 九要拖 蔡若翰那隻夏威夷也會拖 如果他是正正常常跑回他自己的水準 他有回位置是不出奇 反而日本那幾隻 最厲害都是野田賢君和陳年美酒 可能會比較厲害 這兩隻會比較厲害 你說戰武者 我覺得這個路程太短 冠軍車手 老退的馬 是二同七是好一點 但是二號說他的蹲位是太小 很少有跑香港一里錦標的馬 跑得好的馬 只有九百多磅 真的比較少 這個數字是太刁身 所以我自己會看淡一點 而且村田將瓦跑 近年在香港一里錦標的馬 都是配外國騎士 還賺火星 滿樂時 這些都是 所以我是怕村田多過那隻馬 兩樣東西都害怕 所以我自己覺得他不是金槍60級的馬 絕對不是 我自己心目中覺得 所以這一場我自己覺得 金槍60月要拖回四九一隊 相信港隊有機會包辦三重彩 好 講到這裡先了 多謝大家收看 那就多贏一點了 好 下次再聊過 拜拜